歡迎大家來到A1解群 今天第一宗要看的當然是東方繼續爆料 我猜暫時未必有第三集 因為他這裡說WhatsApp下集結囚 不是中集結囚 上集下集 那些建制派議員還打算推翻表決 很多人都說現在這樣看上去似乎是一個世紀大黑的 但他越強調這件事 令我覺得有時候 永遠在一些你不知道或未知的狀況下 就會看不同的人的反應 有些人原來會選擇爆料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推翻表決 有些人會選擇哭 有些人會選擇道歉 有些人會選擇第一時間去中聯辦 其實這個反應是更加可貴的 對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建制派想甚麼 對 這個反應更加可貴 經常覺得他記下人 像橡皮圖章 對 但他們有反應有感情 對 有些人會哭 又用很多表達模式去表達WhatsApp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今次值得解困的地方 對 你可以透過這些意外 認識他們更多 看到他們更真實的一面 結果今天蘋果都跟著東方頭版 很少 極少 建制派WhatsApp 都要跟 曾有成交路打擊泛民 其實這個排版都很出力 據說曾鈺成 昨天去到中聯辦的時候很感性 是嗎 就是查罪 曾鈺成不辭職 坦白說 我覺得這件事曾鈺成是一半脫身 對 泛民是放生了他 尤其是梁家傑說 接受他道歉 以及等候他的說法 你看兩張圖是一樣的 AM730比較親泛民 精度親建制 但他們決定用一張照片 你見到這件事就是 爆料燒曾鈺成 建制派鎖定來鬼 所以升島就說曾鈺成就沒事了 內鬼大鑊一點 沒錯 但我其實是不太明白的 其實如果你在解困角度 泛民如果用原則性出發 就不應該一事同仁 對 應該一事同仁 但如果用技術性出發 我就有答案了 為何泛民會放生曾鈺成 因為泛民是一定要保住曾鈺成做主席 原因是因為湯家驊會辭職 如果湯家驊辭職 而那個位置有機會被建制派拿了 而曾鈺成不是主席的話 到時地區直選 泛民有機會就真的沒有了否決權 曾鈺成那次聽湯家驊說 最多就是打成平手 就算被建制贏了湯家驊補選那個位置 最多就是打成平手 但是我是主席 我不會投票 那時候他未必細想這件事 但如果他不是主席 他就坐回去 而湯家驊輸了那個位置 那他們就 有一個功能界別的人 例如建制派功能界別去做主席 那就限制就可以了 大家很不喜歡那個位置不良聲 都可以做主席 那便未必可以 即是你找一個主席來自功能界別 那你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到時 建制得過半數 所以我覺得泛民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吧 就保住曾鈺成 我反而覺得這個是 泛民這次是 有想過 泛民是有想過的 也不要說我們罵他 還有曾鈺成 希望他有想過 希望他沒有原則 一來一個可能性就沒有原則 沒錯 還有他們都想過 曾鈺成叫做 以往的 往績比較公道一點 現在找了另一個上去 可能未必跟他們合得那麼好 所以寧願保住曾鈺成 我想他都可能會想一下 好 另外今天都有一個解困 就是頭條的獨家 金管局瑞士賢秘技 打殘勢 對市民來說 其實都是那一句 你都是用的 最重要是留意 如果有些人一次過給你幾張 同樣面值的指幣 看看號碼會不會完全一樣 通常都是號碼 講到瑞士的科技 就算你有賭神的那些疫情 都沒有用的 另外今天有幾張新聞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解困得到的 第一 馬雲1.8億買公園 等於十分一個香港 你不要以為有香港兩個字 真的跟你有關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習慣 其實是這麼大 是沒有關 即是說他很有錢買公園 就是 情報做了這麼多解困新聞 今天令我有些失落 我未至少失望 另外今天面貝報章 其實也有一則新聞 也是完全沒有關於各樣角度 先見 你看看 草都市日報做到 只維持九個月 樓翔和郭天 第一 你有多少香港人 知道樓翔取了郭天 都未必知道 是不是 樓翔、郭天、閃田、離婚 你都是認識樓翔的 但是連AM730都是這樣 十八半頭 直認性格不合樓翔離婚 從這個角度來看 人家家事離婚 對樓翔可能是一個答案 我們沒有答案 可能對郭天是一個答案 一定要對樓翔是一個答案 兩邊 我自己覺得 真的不知道 關我們什麼事 這些事情 我們是什麼評論員 事事評論員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私事 你要做私事評論員 不要看這個台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生活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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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